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开始讲 大家现在最热闹的话题 就是缅甸兵变 你很惊讶吗 这么一个民主国家 弄了半天结果突然又变成独裁国家了 那不惊讶 为什么 因为缅甸啊 它只是说一个 向民主治理迈进的一个 这个国家 当然这个政权的本质呢 是一个军国政府 它是个军国政府 而且这个军国政府呢 它是作为一个宪法的这个原则固定下来的 它这个 当年啊 松中山搞这种宪政极端论呢 里面有一个军权政治阶段 那么缅甸实际上 现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体制呢 就是处于一个 军权政治一个阶段 那么他跟这个 安山素姬呢达成的这种东西呢 他属于一个分权 或者叫混合治理的一个 一个安排 那么这个 混合治理的东西呢 一方面保留啊 像他的宪法一样保留一部分 这个所谓看起来民主的这个成分 那么这种宪法里的保留民主的成分的东西 我们在全世界都能看见啊 中国这个维瑞瑞拉啊 俄罗斯啊 我们一件一大片啊 但是呢 缅甸这个军权政治是赤裸裸的 他在宪法里头有规定的啊 是就像这个党对这个中共的 中国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 他是一个宪法原则一样 军权政治在缅甸的宪法 2008年的宪法里头 也是宪法原则啊 这种宪法原则 他通过一系列的这个 制度性来保障的啊 包括这个啊 这个内阁权力的分享 议会的组合啊 以及这次所谓的这个紧急状态 那紧急状态 有些人叫合法紧急状态吗 合法政变之类的吗 对啊 法律富裕了 就是说他脾气不好 只要生气就会把他翻 是这个意思 他有这个争议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呢 我看了他的这个 宪法的这个原文啊 这个关于紧急状态的 402 402 420 多少 他这个缅甸宪法 是一部很长很长的宪法 他有一本书那么厚啊 这个写的是很细的啊 然后关于这个紧急状态呢 他是要这个武装部队的这个 国防将他国防军总司令跟 谁呢 跟这个总统去商量啊 才能够宣布这个紧急状态 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不知道他有没有跟这总统去商量啊 那么现在总统说他们给扣了 那么被胁迫之下 那总统什么都会签的啊 对 说我是合法的啊 那么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他还有一个军方 他有两个副总统 这个国家的体制有点奇特 他有两个副总统 这个副总统呢 当然有一个来自军方啊 那么这个副总统在宣布 紧急状态中发挥什么权力啊 发挥多大的这个功能啊 也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说啊 他合法政变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是有点理由 但是呢 也是有争议的 嗯 也是有争议 嗯 所以当这个政变宣布之后呢 军方说我在 坚守2008年的宪法 他我没有违宪啊 他说我我在维护宪法 嗯 就是因为 他这个 这个 这个 建议 在宪法上是有某种根据的 而且这个宪法清楚的写着是 军队领导国家 这是主导性的 在这种体制之下 缅甸发生任何军队主导的这种事变 事变 我一点都不惊讶啊 如果你没有看这个 缅甸的这个宪法文本的话 你去 你看哪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啊 确确实实啊 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 领导地位 就像中共在中国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一样 那都是白子黑字啊 嗯 嗯 呃 当年释放这个昂沙苏基啊 要解决国际对他的制裁 要开始走向这个选举大选 当时就确定了这个军政府的啊 不是军政府的这个权力 怎么通过未来的形式的确定下来 比如说军队的席位是固定下来的 25席不需要选址 对吧 25不是25席 25 抱歉抱歉 对 你是很准确的 25 嗯 啊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内阁里面的 而且他在25 他是从联邦政府到各个区域和州 这个帮政府全都这样的 贯穿下去的 对啊 嗯 就是从上到下嘛 从上下 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政府系统里面的官员 嗯 那么有一些部位都是留给这个军人的 三个部 嗯 嗯 还有另外一个呢 他还有自己支持的这个政党 叫巩固于发展党 这个党呢 是支持军方党 啊 那么这个 在这次选举中间 他们拿的票很少 啊 基本票都在昂山苏基拿走了 为什么呢 昂山苏基这几年 被西方媒体批评很多 即使西方媒体批评昂山苏基的东西 恰恰是昂山苏基在 敏殿 成为这一次的大选赢家的根本原因 嗯 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老百姓怎么想的一些东西 昂山苏基很 知道 他不就讲 比如说你那个 啊 罗兴亚族 对吧 罗兴亚人 罗兴亚人是 其实是孟加拉人 对吧 才都当年的这个印度 控制了 是印度成为这个 啊 这个 缅甸成为印度一部分的时候 孟加拉那些人呢 到了这个缅甸 但是呢 由于他们这个 啊 民族啊 是信奉这个 穆斯林 信奉穆斯林 是穆斯林人 啊 所以是穆斯林 所以呢 这个 呃 在被这个本土的 这个缅甸所扒尺 长期以来 这些人 连身份都没有 别看他们生活了这么久 所以这个冲突啊 一直很久 弄得就是联合国 和国际组织 纷纷潜在这个缅甸 认为这是 灭结种族的 一个恶行 但是在这个时候 这个 昂斯林 没怎么讲话 那西方这些 啊 国家那就很愤怒啊 你是民主女神啊 对不对 你是民主女神啊 你怎么能 不为人权讲话呀 你居然还 站在政府的那个立场 或者是站在 这个本国的 这个民众立场 但是他不知道 昂斯林 如果是按照西方的要求 去做的话 那他早就被政变了 不是这一次 对不对 他早就被军方所赶 赶 赶掉了 因为他很清楚 真正的权力 是掌握在军政府手里 啊 其实昂斯林 随着他的地位 国内的地位 越来越稳定 他是想通过修宪 通过几多一些方式 能够把军队的军权 慢慢给拉掉 对 那把军方给气死了 这个是最根本的 最根本的原因 对 那么你军方就觉得 自己的权力被拉掉 然后你一选举 军方说这次 这个前民盟啊 他们这个昂斯林 领导的这个政党 说他有舞弊问题 他根本不需要舞弊啊 因为他名义基础 很清楚啊 昂斯林 实际上是个政治素人 别看他 好像知名度那么高 即使他本人 对政治也没有兴趣 他完全是他的 父亲的原因 他的昂斯林啊 他的父亲叫昂斯林 我在缅甸北部的时候 看到他父亲 在头像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缅甸的贺币 但是那个贺币啊 他不是交流的 不是拿那种东西的 是你拿美金去换的 知道吧 就是他的贺币成为了 他的某一种文物啊 某一种可以交换的 这个特殊的这个商品 昂斯林是被认为是 这个缅甸的这个叫什么 独立之父 还是建国之父 其实他老人家是把日本鬼子 引进到缅甸 后来又反日 后来又独立成功 有这么一个成功的地位 就给了昂斯林 这个本来回住 看他妈妈的这么一个 英国的学者 一下子就变成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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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缅甸的一个 民主运动的一个领袖 那么但是呢 他呢也很清楚 如果不能讨好 这个缅甸的民众 他没办法去赢得大选 但是他赢得大选呢 第一把西方给得罪了 西方你觉得你这个家伙 搞了半天 你不维护人权 第二呢 把军方得罪了 对吧 军方得罪了 因为 缅甸老百姓心里很明白 不能去公开去反对军方 只能去支持非军方的政治组织 强大起来 然后把军方给 给边缘化 这个时候碰巧吧 有一个问题 引发了这个事情 什么问题呢 这个总司令呢 按照军方的规定 他就退休了 知道吧 对 今天就退休了 他一想 怎么办 他就想出来选总统 但是一看了 他拱发打 水票这么差 他知道自己没戏了 所以只干脆一路之下 就搞了这一场兵变 但是这个兵变的后果 我想请教你 你觉得美国怎么办 美国现在 我觉得很高调 而且呢 现在的形势对美国有利 为什么有利呢 就是 在中国的问题上 西方联盟现在有点问题 但是在缅甸问题上 这一次 很容易组成一个西方联盟 那么这个西方联盟呢 我看到的比较 比较坚决的 就是像欧盟啊 这一次是跟 那个美国站在一起 这个另外 这个谁呢 那个 五眼联盟里面的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也在里头 所以说西方的核心圈子 通过缅甸 是在这个事情上 显示出了这个联盟 美国也已经放出了重化 但是具体的这个行动 现在怎么样 没有出手啊 所以这是一个 展示西方联盟的一个好机会 对美国来说是个好机会 通过这个练手 欧盟呢 也不会因为这个缅甸的问题呢 有多少机会 因为小菜是最好的磨刀的地方啊 因为中国就不一样啊 这是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呢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西方联盟对缅甸下重手 那么中国就得到了一个战略机会 所以说西方这次出手出多重啊 会不会把缅甸挤到北京去啊 这是西方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因为国际政治要算这个账 对于缅甸来讲呢 这一次王纪三 三个星期以前呢 到了这个缅甸 去年的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也不是最严重的时候 中国刚刚开始发展疫情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习近平 就是在缅甸啊 你知道吗 对 我不知道 他在缅甸去这个云南嘛 嗯 记得吗 嗯 记不记得 我不记得 这个习近平去那边我不知道的 对 但习近平是12月份呢 是11月份 12月份还是11月份 去了缅甸访问 嗯 就是去年 访问完了以后就到了云南 春节嘛 对 春节期间嘛 看到但是没有关注这个 因为关注大选 最近对中国不怎么关心了 OK 那么他去了这个缅甸呢 就是为了要巩固这个缅甸的 跟中国的关系 因为中国和缅甸啊 关系很微妙 一方面呢 这个中联部啊 和这个前民盟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早几年还邀请了 昂山搜集图访问中国 中国不是外交部参与这个事情了 中联部也参与 另一方面呢 就是中国实际上在缅甸啊 投资也比较早 但是引起了缅甸的 这个老百姓的一些反抗 而缅甸呢 又认为了中国在缅甸的北部搞明堂 搞什么明堂啊 因为北部啊 老是有一点暴动 或者老是有一点骚动 还有一个叫国改 还是叫什么 你记不记得啊 对 那个是 很复杂的问题 对 那个 那个前几年了 对 那么 那么缅甸就认为中国在后面搞鬼 你知道吧 身为有一些武器啊 都是这个中国提供的 其实那些地方的人呢 我出过那些山区 知道吧 其实那些地方的 你说他是泰国人 还是缅甸人 还是什么 搞不清楚 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 和他们形态呀 非常像 有很多是这个 原来的这个中国军人 在那后头留下来的后遇 对 军人是有一部分的 其实是没有 那个军人呢 你一个意义上都是云南人 云南人和泰国北部 和缅甸北部 其实是分不太清楚的 你知道吗 已经又没有什么国际 我去过那边 那个边境就是走过去 编民的话 随便走的 对 对 就是说 他们有很特殊的 这么一个 一个互相交运的情况 所以这个 缅甸对这个中方呢 还是有意见 但是整体来讲的 缅甸的经济发展 希望这个 中国的经济发展 缅甸的经济发展 双方都有互相的需求 中国要搞一带一路 缅甸希望中国的投资来发展 所以两国关系还发展的不错 但是缅甸呢 也不希望呢 自己太依赖这个中国 因为他觉得中国这个国家 也是不可靠的 你弄得不好 全部被他卡脖子 那最近几年 缅甸跟另外两个国家 关系很好 一个是印度 一个呢 是这个日本 所以他想在这三个国家呀 引进位置的时候 玩这个游戏 那这一次你说西方 开始要制裁 这个缅甸 然后几乎是 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只是说 哪一种方式制裁而已 不过你制裁的时候有个问题啊 日本参不参加啊 这个日本没有 日本不在这个支持的里头 现在没看见啊 对啊 所以如果有印度 日本加上中国三个国家 那么西方这个制裁 基本上没什么 没有效果 基本上是个资贪性的 这个他们会通过这个 就这样一个行动来表示 他们对这个民选政府的一个支持 但是从政治的现实意义上来说 制裁缅甸对西方国家不利 因为这个缅甸如果导向北京 正好是通过这个制裁 北京通过这个事件得力 他本来就想去拉拢这个缅甸这边的 在西方这个联盟里头找出分析 那现在军方你要遍临这种制裁的话 他肯定跟北京靠得很近啊 对对 现在北京也是 也是很奇怪 两边下距 所以每一次中国领导人 或者外交官一到米甸出来 两个政府都见 其实是近三个人 近三个人 一 近总统 这是形式上的 对吧 以前那个总统啊 跟昂山首席拍照 法新社说怎么说 说昂山首席和他的司机在一起 其实就是这个总统 是面子上的 那么这个中国领导人当要见 另外要见昂山首席 因为昂山首席是文官政府的 真正掌握实权的人 他有一个头衔叫总统资政 兼外交部长 总统资政也是军政 这个军人啊 对昂山首席不满的地方 认为他这个 哎呀很生气吧 说你搞这么一个职位嘛 他宪法里头是没这个东西的 那么外头报道呢 是相当于总理 实际上这个缅甸的体制啊 是总统和总理 是二合一的一个体制 根本就没有总理这个位置 所以说军政府说 你这个国务资政是违宪的 这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角度 再加上了选举舞弊的问题啊 核心问题就是说 这个昂山首席想打破 民选政府和军人这种 分享权力的这种机制 因为他原来已经搞 在之前他已经提个修宪方案了 被否定了 嗯 嗯 在缅甸修宪通不过的 是一个死劫 因为啊 那个 25%的那个军方的那个名字在呢 啊 对 基本上就是说 25%的门槛 现在呢 万富摩开的 所以说我就不知道 这个昂山首席通过什么一个方式 你去逼这个军队啊 退出这个政治里面的这种领导地位 就像这个中国人要逼老共退出这个领导地位一样 你通过什么东西去 嗯 嗯 是 啊 王毅这一次跑过去三个星期 还见了这个三军总司令 三军总司令 一见王毅 马上就跟王毅说 舞弊 这一次大选是舞弊的 王毅傻掉了 因为王毅 刚刚安排习近平 给这个昂山首席他们的前民党发出贺电 准备你们啊 选举取得了成就啊 怎么怎么样 你们作为一个执政长怎么样 那就等于中国政府已经确定 昂山首席他们继续执政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一见到三军总司令 三军总司令告诉他 要舞弊了 所以王毅的不正怎么说 不是这国防军总司令 对国防军总司令嘛 这个他都傻掉了你知道吗 王毅的不知道怎么办 中国在缅甸 他是在多种这个组合 多种组合多重压保 对 哎呀东南亚有些国家 你真正要去了解情况的话 你真的要多放压保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天 谁又出了一个什么事 不过呢这一次的这个政变啊 从目前来讲已经过掉24小时了 没有任何流血的这个报道出来 我昨天呢压了一个宝 我说我认为呢 这一次的政变啊 就政变本身啊 抓捕这些人人员呢 不应该会发生流血 因为这些人都没有权利 不是这些人都没有枪杆子的 那你这个军队一去他们就老老实实了 对吧 他不是一个军队自己本身产生分裂 军队就是铁板一块 文官铁板一块 是吧 所以他今天基本上把这个重要的部委的领导 全部给毁掉了 全部给毁掉了 大部分给毁掉了 他这个一定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 根据宪法这个权利就一个 一邀给了这个国防军总司令 对 那个立法行政司法 沾上公民权利全部都可以终止了 那我们从这个缅甸所拉到的这个画面来看呢 有一些老百姓上街听着 开头车 说这个政变好 政变好 政变就是好 就搞这些东西 但是昂萨书记的前民盟啊 发表了一个声明 要求人民起来反抗 说不能承认这个政变 那今天我跟梁东平先生做节目的时候 也讨论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人民会不会上街 会不会 你觉得会不会 东南亚国家人民上街 就是鸡蛋跟坦克去冲撞嘛 就是这样 对 这就要看2007年2008年 和尚上街 会不会 你还记得吗 你那个时候 2008年 和尚上街 这不后来血流成河吗 那么就是说 如果发生民众上街抗议 那基本就会流血 对 所以民众现在心里还在想上还是不上 上还是不上 还在犹豫 犹豫 也许我们明天一起来 又发现哇 明天 人民上街了 现在还没看到 现在只看到的是 人民在青州 因为军政府组织的青州活动 现在电视台啊 网络啊 都被接管了 电视台呢 有这个清军方的电视台 这个在发布各个命令 那民间的网络是怎么控制的 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是可以上油管的 可以上台一台的 没有用的 那个这个泰国的这个军权政治啊 和这个缅甸的军权政治和泰国的完全政治 是这两个国家的制度中的这个结啊 是你要去把它解开会越来越乱啊 你不去捡呢 觉得他看得不顺 不顺眼啊 真的是啊 这个昂山书记 我觉得做得太急了啊 你你做不到 你你你绕不过去这一关的 嗯 是 但是西方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 昂山书记被抓起来了 你还在声音他呀 对不对 没有这个西方是出于道义的一种声源 这个道义一定要维持啊 这是西方现在能做的 他如果在这方面都不做的话 那么西方就不成其为西方了 因为毕竟昂山书记代表的民选这个民选领袖啊 但是这个西方也应该读读这个泰国的这个宪法啊 泰国宪法啊 军方这么做啊 他是有法律一致 有有宪法依据的 嗯 这个军队领导这个缅甸 这是宪法原则 嗯 好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第四个话题 今天话说得比较快吧 对对对 主要是咱们不谈这个川普 咱们就没什么好争的了 你说价值观好像是很自然正常了 是不是今天不谈川普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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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